旁边要乱注意答点 因为这个是上面领导规定的时间 一会儿快去睡觉去吧 你看那小泡脸 去吧 12点半了 12点35了 睡了 听说好像说是这个时间段 做核算准吗 怎么回事说的 搞不清 这个时间你必须把你考虑一下别人感受 娃娃早上上网课呢 这么晚睡觉 哪有这么晚睡觉的小孩呢 早上起不来 你说的就是吗 仨人嘛 仨世道嘛 就是 疯了快四个月了 还在这 折腾人 没皮肤都把皮肤都搞 不过我看你也确实是挺能坚持的 一个男人在家里面待四个月 快四个月也真确实受不了 可能快了忍忍吧 坚持就是胜利吧 再坚持坚持吧 再坚持过年了 坚持 凶的时候有些地方和有些地方不一样 不是同时封的 我记得最清楚我们是8月6号封的 然后 你想嘛 到12月6号就正好 正好是四个月了 所以我今天给他们申请了一下 看能不能不做了 要是能同意不做了的话 孩子不做了的话 那还行啊 要是必须要做的话 那就不行 熬不住孩子 每天做呢 上网课都打瞌睡 坚持一下吧 胜利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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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 知道吧 我们是要做到绝对服从 绝对配合才行 谁来配合老百姓 谁比我们老百姓想过这事 平常说了过年 我想他总不会疯到过年吧 这不太可能吧 最起码给人给个说法呀 是不是 你咋给你给说法呢 他现在只能清零了才能解 这也是为了我们着想嘛 你说要是不清零的话 那外面也有风险 就算解封了也不敢出去 对吧 算了坚持一下 这现在 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 是吧 你坚持可以 可以坚持 你最喜欢你给人 给个日期吧 对不对 现在是啥也不知道 日期人家没法给你给呀 死了 不可惜 抑郁了 真正的抑郁了 我有很多新疆的粉丝 跟我是真是感同身受的 大家应该能清楚 这种感受是真的是很无奈呀 很无奈 也不怪邱总啊 我呢这会儿只能安慰安慰他 他现在就是这两天啊 坐立不安的 站起来坐下 坐下站起来 一会儿到卧室 一会儿到客厅 就跟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 就这么点地方 您能让我到哪儿去 已经是快待不住了 你去户头上到哪儿去 没地方去呀 也许睡一觉醒来 明天早晨就会有好消息了呢 每一天早晨起来都是一样的 重复着昨天做过的事 接起来睡吧 别想了 明天早晨起来